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讲发菩提心 大乘佛法 发心地业了 菩提心这个名词我们都知道 都会念 也都会讲 但是什么叫做菩提心不知道 天天嘴皮上在发菩提心 实际上也不晓得菩提心是什么 以为我念念 我发菩提心 真的就发了 这哪有这回事情 菩提心是凡语 觉悟的意思 菩提心是觉悟的心 觉耳不明 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给我们解释 菩提心的体是知性 菩提心的相是身心 是大悲心 大悲心亏述它的作用 相是身心 用是大悲心 佛在观安无量寿经也给我们讲了 菩提心 菩提心之体是至尘性 真尘到其处 它的相是身心 是回向发愿性 我们把这两个金楞合起来看 意思就比较明显 它的体真心 不是妄想 真尘到了极处 也许我们自己觉得 我的心很真 很沉 已经到了极处了 这个没法子 真尘的标准在哪里呢 过去 在清朝末年 曾国藩先生 对于那个尘字下了个定义 这是读孔子书 孔子书 孔子书里头也讲到 各物置之 诚意真心 也讲到诚意 跟我们佛门的菩提心的意思 非常接近 什么叫沉呢 一念不三是为沉 这个话说的非常有道理 一个妄念没有了 那个心是沉浸的 我的心很沉了 这就是一个妄念 那哪里沉啊 沉在哪里啊 六足大师所说的 本来无忧 忧忧就不沉 就不是真真心了 由此可知 那个真心难道 而执行古人的解释 就执行了正念真如 没错 这个解释 很准确 正念真如 就是曾国藩先生讲的 一念不生 一念不生是正念 一念不生了 真心先去 那个真点是正念真如 可是反复做不到 如果你做到了 那恭喜你 你是原初度的富三 超越 不如汉 辟知佛 全教佛的 堵堵了 你超越了 花音精神教 发生大事 那不是普通人 可以参加 世尊的花音发会 因为有资格 在别教里面 出地菩萨 出地菩萨 断阵 跟原初度是相同 破一片 无名正义分发生 但是 别教出地菩萨的智慧 比原教出度 就差很多很多 他没有 没有这个原初度智慧 那么样的圆满 智慧比不上 叫观行 原教灌敌了 别教里都是行 这种在行上 灌比较差一点 所以他定功可能很殊胜 但是慧节就差很远 就像《楠言经》里面 富诺那尊的怀疑 莫难 世尊 讲了也 讲到第三卷的时候 莫难开悟了 说了很长的寄送 别赞乎 真敌开悟了 弗诺那尊的旁边 听到觉得奇怪 莫难是粗狗 他是四狗罗汉 所以提出了质疑 这什么原因呢 莫难 俗智障亲 所以他一听经开悟了 烦恼障重 所以他定力不如人家 烦恼没断 烦恼障重了 俗智障亲 那个弗诺那正好跟他颠倒 弗诺那是烦恼障亲 所以他正在九次地定 正能莫多汉国 他俗智障重 听了半天没听懂 仗有二种 个人不相同 那么由此可知 凡是语音较更新的人 俗智障亲 烦恼障重 像别教 小臣 他们是俗智障重 烦恼障亲 所以他修定了容易得定 他容易成就 众生年重更新 不相同 但是可恶无聊的人 快 他那个断烦恼 破无名 他用智慧断 他不用定功 定功是福 很苦 很不容易 智慧 马上就解决 快得很 真叫快刀斩乱马 尤其是金刚波罗智慧 开这个智慧 那还得了啊 这个烦恼无名稀奇 很快就断掉 那么这是家 其非正念 真如之之心 你看这个在镜上 只要你能够信得 你能够真正信得过 信心亲近则生 好像我们也信了 真的信了吗 不见得 仔细想一想 不见得 为什么不见得呢 因为你没有到信心不利 如果你真的信了 你决定修清静心 为什么呢 因为修清静心 金刚智慧就开了 金刚智慧是如来古地上 究竟圆满的智慧 这个智慧一开了 事出事经一切法 没有一法不同达 你再不会搞其他东西 其他法文去了 如果说 这个我相信 可是还是胡思乱想 还是是非人物 还是贪嗔痴慢 那你与这一句 根本就不下印了 你完全没有相信 信得 应生清静心 那个就是 知心正念正书 那么换句话 是菩提心的体 菩提心的本体 就先前了 你就得到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